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等你哦 在刘盈的眼里龙岩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不懂得人间情爱的人间恋熙龙 在阿瑜的眼里龙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救过自己命的玉池哥哥 是一个哥哥的身体 龙岩 嗯 在陈岳的眼里龙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陈岳还记得龙王大人 然后陈岳知道他是自己的爱人 然后龙岩的话他认为是一个可以跟自己一起驰骋战场的一个伙伴 是一个可以交付生死的人 嗯 在青年的眼里龙岩是一个什么人 承诺给他18岁就会见到的玉池哥哥 而龙岩是一种怎样不同的体验 龙会带你去天上飞 然后他会给你变出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人不懂得人间情爱 你开始的话 肯定有很多很无语的地方 就比如说他看着画本来学习怎么样跟你相处 他为了让你开心 然后也会到很远的地方给你去买喜欢吃的东西 知道你就是任床在外面睡的不舒服 他会到你自己的住的地方去把你的床什么给搬过来 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里给你 总而言之虽然一开始是不懂的 但是一步一步还是走到了牛里的狮子 对 C位的小狮子 转世 算上流影的话 其实一共相当于是世界上有四个角色 三长相都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这四个角色之间会有很多细节啊 性格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会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准备 因为是四个角色嘛 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四个可以展现出来差就会大一点 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长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第一是她是府里的小丫鬟 然后她是会走路啊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 然后跟人说话的时候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 一般都是低着头小步走 然后她也是比较呆萌的这种 然后反应会比较慢半拍 然后第二是呢是阿姨的话她是一个从小生活在 就是很有市井气的这样一个孩子 然后她是卖鱼的嘛 然后她会经常跟人家对骂 然后对骂会指着别人鼻子嘛 然后就是即使是受到欺负了 她也不会去受气的这种 然后我给她设计的一些动作就是会指着别人啊 然后会插腰啊 然后也会就是抱着膀这种 然后会比较泼辣一些 第三是呢她是一个将军 然后她会比较霸气 比如说她走路的方式会比较大不留心的这种 然后她的肩膀会永远是笔直的这种 她说话是比较坚定的 眼神也会比较坚定 她的行为会比较干脆一些 第四是清烟她是学法术的一个弟子 因为她悟性比较高 比较有灵气 然后我就想让她说话稍微的轻快一些 然后她的动作很轻盈 如果你是鱼龙的作者的话 就在这个剧里边会有没有哪个场面 是像你特别想要改变她的走向的 我是编剧的话 我希望在第一试的时候 刘盈告诉小姐说你不要出去了 你出去以后外面可能会有狼腰 狼腰可能会把你打伤 然后这样子的话小姐就不会受伤 不会受伤的话 刘盈和龙王大人就可能在第一试的时候 就可以白头偕老了 就可以结束之后的 不要再那么虐了 还是喜欢甜甜的剧情 请让一单小姐姐立马说出一个最近看到的 令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关于你的粉丝留言 你怀里抱着那个猫真丑 我记得有一个是陈月娶我 因为好开心他们终于可以把我当成老公了 嗯嗯嗯 接下来就请主席丹小姐姐来安慰一下你现在的新剧 程序员那么可爱吧 程序员那么可爱就是一个你看了以后会很可爱 你喜欢的话会更可爱的一个期待吧 因为我们大家都更可爱一点 所以大家已经要去看主席丹小姐的新剧 程序员那么可爱 哎呦 模仿表情包十选五 READY GO 这是什么 要一件传心 要一件传心 一瞬间就决定 开始捐的爱情 要想清楚 要一步一步 等人奔斗定住 才有真的幸福不行了 我扣到这里 怎么要想的很美 想的很远 只要这样 有感觉 就是三个女生爱爱好 谢谢拜拜 拜拜